以講完月球第幾年代和地球明古咒及劃分 今天要講的是第二咒 讓我們看看是什麼吧 影片開始之前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沒開過請教概念的觀眾 可以點擊下請教的資訊卡裡面會有播放清單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後期衝空炸奇的結束 太古咒 影片當中如果不懂的名詞可以底下留言好了 非常不多說我們先開始 太古咒起始於約40億年前 內太陽系後期衝空炸奇的結束 地球岩石開始穩定存在 並可以保留到現在 而結束於25億年前的大氧化事件 把加滿為主的還原性太古咒原始大氣 轉變為氧氣豐富的氧化性原古咒大氣 從而導致了持續3億年的地球第一個冰河時期 修倫冰河時期 太古咒時期有細菌和低等藍菌存在 生物原生時可以定年到35億年前 太古咒可化分為四代 史太古代、古太古代、中太古代和新太古代 太古咒以最古老的岩石為定義 大約距今40億年前 因此若更早的岩石被發現 太古咒的定義即可往亘古時代推 沒古咒則會被縮短 太古咒開始時地球的熱流是目前的3倍 太古咒結束時地球的熱流是目前的2倍 這些熱量來自於行星襲擊、行塵地和釋放出的引力適能 與當時風度更高 而放射性元素衰變熱 現存的太古咒岩時大部分是變質岩或火山岩 當時的火山活動極其猛烈普遍 甚至噴出罕見的科馬蹄岩 因此殘留至今的太古咒地殼以花崗岩結晶為主 例如大面積熔岩或深層岩如花崗岩、二常岩、散常岩、斜常岩、戰棋岩等 太古咒早期的地球可能有不同於現今狀態的板塊活動 一些學者認為當時地球的溫度過高板塊運動活躍 因此板塊回收循環更快 阻礙了克拉通的形成直至地寒降溫對流減緩 另外的學者認為太古咒原石的福利大 以至於不能俯衝消減 而太古咒原石的缺少是由於後來地質侵蝕作用 以派地質學家認為沒有大型大陸地殼的存在直至代古周末期 小型的原大陸由於當時劇烈的地質活動不能聯合在一起 另一部分地質學家以理查·阿姆斯眾為代表 認為地球五一年時就有了現在規模的大陸 此後大陸地殼滑入地寒並維持著新地殼的誕生 使得板塊運動保持著平衡 懷疑大陸存在的學者認為 長野值大陸板塊形成於地寒熱點而不是俯衝帶 部分熔原的鐵美質通過地屁作用 侵入地殼產生中性或長陰質減食 其阿學者認為花乾顏值形成於俯衝帶或聚合板塊邊緣的地質活動 並在太古咒之初就開始了 天體物理學家計算得到青年太陽暗淡悖論 太古咒時期太陽的輻射熱量輸出僅為70-75% 但當時地球表面溫度不低於目前水平 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原因仍沒有公論 由於較早陸地與雲層覆蓋 地球球面反造率可能更低 太古咒存在液態水 可以從沉積原延深度變質而形成的片麻煙得以確認 太古咒末期板塊構造活動可能已經類似於現今的地球 例如有完好保存的沉積盆地 以及山菇 陸內裂骨 大陸碰撞 全球範圍的造山運動等證據暗示超大陸的形成與解體的循環 太陽盆地存在的證據可以從條狀鐵層 碎石礦床 整狀雄五元得以證實 目前於地球表面發現的最古蘭岩石 也形成於太古咒早期 在格陵蘭 加拿大地盾 環南美科拉通 波羅的地盾 蘇格蘭 印度 巴西 西澳洲 南非 都有發現 太古咒岩石僅覆蓋了現今全世界的科拉通大約7%面積 考慮此後的侵蝕與解體 現在約僅有5-40%的大陸地殼是在太古咒形成的 好久沒講 那這次簡單給各位 帶來26億年前的大氧化事件 大氧化事件又稱為氧化災變 是指26億年前大氣中的油里氧含量突然增加了事件 這些氧來自藍綠鏡的光合作用 但突然增加的完整原因尚不得知 目前只有若干種假說能加以解釋 大氧化事件使得地球上礦物的成分發生了變化 也使得日後動物的出現成為了可能 現在來看這張圖表 地球在一層氧氣增加 紅線與綠線表示估計的範圍 階段1為38.5-24.51年前 實際上大氣中沒有氧氣 海洋人為缺氧的 可能在前海的氧氣有例外而已 階段2為24.5-18.51年前 氧氣被產生且增加到0.02-0.04標準大氣壓 但被海洋與海床岩石吸收 階段3為18.5-8.51年前 氧增加到飽和的海洋耗氧 但被陸地表面吸收 氧氣含量沒有明顯變化 階段4-5就是8.51年前到至今 氧氣累積超多 就是你們現在吸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時間差不多了 下支影片要講的是太古咒的四個帶 訂閱按鈕 且喜歡的鈴鐺 開啟鈴鐺 在第一次按鈴鐺 下部影片通知到我們下部影片見 下部影片的您的鈴鐺 Ton attacked